今天 套專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樂高人偶包 71038 樂高迪士尼人偶包的第三彈 已經出到第三彈了 必須講 我覺得這一彈的角色都非常的鮮明 很有特色的角色 總計是18款 本人就照著順序分享給大家看 基本上 蠻有趣的 先介紹這個編號1的是幸運兔奧斯華 算是米奇的原型 最早出現 他出現的日期 我可以肯定 他比米奇還要早 他有附一個零件 就是這個牌子 頭是特殊頭體 塗裝其實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塗裝 比較有趣一點是他是兔子 所以他最看這邊這個是他的兔子尾巴 正面塗裝這樣子 正面 正面 轉一圈 然後再來是編號2的這一個是 皮諾丘 其實他改編的版本我覺得還蠻多的 然後他附的零件是一個套著魚的 黃金那隻魚叫什麼名字 應該那隻小鯨魚啊 那隻小鯨魚的 就在第一條 套著小鯨魚的那個 拿著小鯨魚的那個魚缸啊 鯨魚上面是有塗裝 然後注意看鯨魚還有土袍 這點蠻可愛的 那 這一組比較有趣一點是注意看 他的鼻子 他的 人偶的頭 欸 我以為他帽子可以拿 對 帽子可以拿 對 他的人偶的 人偶的本身的 頭 是有造型的 可以從側面看 但很明顯是單面頭啊 後面是這樣子 他鼻子我再做尖一點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為什麼幫我帶回去 這樣子 他鼻子 那個所謂的小木頭的鼻子 我做出來啊 如果他可以做出那個爺爺跟鯨魚 我覺得這組也蠻有趣的 搞不好會有人做 這是編號2的 然後再來這一個 是 編號2這一個是蟋蟀 他的 他的 他出廠的地方是 吉明尼蟋蟀 但說真的我 我完全不記得他出廠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這點也蠻奇怪 單面頭 然後披肩的部分 是用一個小零件 頭是可以拿掉的 你說他是蟋蟀 其實我覺得 然後他講一下 他的腿 是不可以動的 但他 給的圖案 大家看一下 他的給的說明是上面的圖案 他的腿是可以動 但其實他給的零件的腿 是不可以動的那種腿 這點有點 我覺得應該是圖字的錯誤 這是西米尼蟋蟀 然後 剛剛的那個腿 那個 皮諾丘的腿 是可以動的 他的腿是短腿 沒有錯 但是他的腿是可以動 然後注意看他們的 這個系列的底板 是有迪士尼100週年的底板 特別硬質版 這點我覺得也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編號4的 編號4的就最常見的 密切 魔法師學徒密切 給的零件 有多一個這個握把 然後一個水桶 然後一個掃把 然後頭是特殊 特殊頭 這是拆不下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塗裝 正面塗裝這樣子 後面塗裝這樣子 掃把 這個是可以爬起來的 然後 掃把也是可以立起來的 這點我覺得還不錯 這是米奇 後面 手臂也沒有什麼塗裝 有點可惜 我覺得 然後再來算是 這個 這一個就算是公主了 這一個公主叫做 他是 青蛙王子的變形版 他叫做 蒂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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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安娜在這裡 然後附的零件是這一個 我記得這好像是 唱片還是 報紙 有點忘記了 然後還有附一隻青蛙 然後頭上的這一個零件 是可以拆下來的 黃罐是可以拆下來的 頭 也是可以拿的 雙面頭 後面這樣子 一個在微笑 一個是在淺笑 然後 他的雙手是有帶手套的 然後衣服這樣 然後比較有趣一點是 我前陣子才知道 它沒有 迪士尼有這個設定 如果迪士尼的角色 它是歸類在公主系列的話 公主系列的 迪士尼公主系列 如果 你看他的手 有戴手套 他就是 後天的公主 你像那個 艾莎或安娜 或者是等一下會介紹的那個 睡美人 他們本身 原本的設定 他們血統上就是公主 所以他們本身 就不會戴手套 這點設定 我一直都不知道這個設定 然後前陣子 在一個什麼 迪士尼公主冷 冷姿勢裡面 我才看到 我不知道這個設定 我覺得這個設定很微妙 但是 也很寫實 就很有趣的一個設定 然後再來是 編號這一個是 編號6的這個角色是 它叫什麼 它叫做陰影人 但是說真的 我完全忘記 它在裡面出場的時候 是在幹嘛 好像就是給 給它魔法 但是做什麼 我有點忘記 它出場是跟 剛剛的那個 青幻王子的那個 公主是一樣的 正面的衣服是這樣子 單面頭 後面這樣子 拿帽子拿掉 然後有附一個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完全忘記 這個牌子是幹嘛的 但是是它的零件 但是說真的我忘記 這個牌子是什麼用的 這點有點特別 正面 側面 這個 它帽子戴錯了 它帽子正面才對 它帽子上面 注意看它帽子有個骷顱頭 這點也蠻有趣的 然後再來是編號7的 編號7的是 紅心皇后 那給的零件 就可以做成兩把那個 手杖 我覺得為什麼 它這個臉有點像胖虎 拿衣服是這樣子 後面這樣 頭髮是可以拿起來的 它是雙面頭 給它轉另外一面 給它看 另外一面 轉這個比較快 另外一面是在罵人的臉 另外一面是在罵人的臉 另外一面是這樣 在罵人的臉 那它的腿部 是直接這樣子一個 很大型的零件做組裝 滿有趣的 頭可以拿掉 皇冠的部分 是不可以拆的 頭是整個固定住的 我以為它是可以拆的 然後再來是 編號8的 編號8這個也是公主 編號8這些公主 是睡美人 但是說真的 我一直不知道睡美人的本名 叫做奧羅拉 我一直以為它就叫睡美人 但你說它叫什麼名字 我從來沒去記 這是睡美人 正面塗裝 附的一件是那一隻 被它睡覺的 毛頭鷹 我只記得它 就一直在床頭上 頭是可以拿掉的 睡覺的臉 跟正常的臉 它應該要送它那個 那個針織的那個機器叫什麼 紡織機啊 頭上的皇冠是可以取下來的 那頭髮造型還蠻好看的 那兩種版本 如果它有再附一個 腿的零件我會覺得更好 就是可以讓它平坦 不然你這個腿你可能還要再去找 然後比較特別一點是 注意看它的手 它的手是有塗裝的 這邊是有 這應該算是繡套 後面這樣 然後那種古式那種 歐式那種古裝的衣服 那個綁的繩子有做出來 這邊這樣 這是編號8的 然後再來是花木蘭 花木蘭的這個角色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什麼東市買 東市買 東市買 東市買什麼 然後西市買長編 啦啦啦啦啦 露露等 是我高中還是國中的國客 附的零件是這個 蟋蟀 但是說真的蟋蟀叫什麼 我忘記了 如果它給木須龍 我會覺得更好 有點可惜啊 除了蟋蟀的話 另外附了兩個 這個多的零件 就是 關蟋蟀用的那個 兩個零件 然後注意看它的胸口的 這個 徽章裡面 它胸口這個 這不是 胸口的項鍊 那是一隻龍的圖案 這裡還蠻不錯的 那頭髮拿掉 雙面頭啊 生氣的臉 跟一般的臉 我覺得它這一組如果做 做他們那個均勻的版本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它還有其他版本是 穿軍裝啊 或者是修奴兵 那幾隻如果有做 我覺得會更好 雙刀 那沒有木須龍有點可惜啊 那這組也算蠻誠意很好啊 然後再來這兩隻 我個人是覺得 這一次這個系列裡面 誠意最好的兩隻啊 這是 等一下 這個是 可可夜總會 可可夜總會 的兩個角色 兩個角色跟一個狗啊 這兩隻 這是編號10跟編號11的啊 這一個是 庫伊拉德威爾 這個是庫伊拉德威爾 然後跟它的大 不是 這不是庫伊拉德威爾 說說 這一個是 編號10的是 編號10的是 編號10的是這一個 編號10的是 好難唸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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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尼 恩 陀尼 恩陀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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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拉古斯啊 確認一下 先講一下可可又總生的劇情 可可又總生的劇情講的是 所謂的我們講的墨西哥那個亡靈節 基本上大家應該都聽過 最有名就是很多骷髏頭 然後彩繪 然後會非常的豐富 然後男主是這一個 紅色帽子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 這一個叫做米高里維拉 然後他去尋找他的亡靈父 亡靈爺爺 真外祖父 他奶奶的爸爸 奶奶的爸爸 奶奶的爸爸才對 然後 他也是皮克斯做的 我現在才留意到 然後去找海特 這一個是米高 這是海特 然後 欸不對欸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搞錯了 這一個 這個不是爺爺 這一個是 恩托尼德拉古斯 恩托尼德拉古斯 是當初害死他爺爺 因為從熱高看起來 我看過 跟 阿沒有 欸 所以他沒有做海特 這個不是海特 這有點可惜欸 我一直搞錯 我搞錯了 不好意思 這個 可樂音樂者會這個 這個男主角叫做米高 他是一個很會彈吉他的男生 可是他們家族 因為當時恩主婦的失蹤 欸不是恩主婦 外祖婦的失蹤 然後他們家族 就是對音樂有點不諒解 所以他們家族就是說 他們家族的人 是不能彈音樂 然後後來才發現 他們家族的人 被這一個叫做 恩托尼德拉古斯 這好能念 的人 他爺爺被那個人 下毒陷害 所以他爺爺一直失蹤 然後他爺爺 當初的創作 被 就是等於被這個人 剽竊走了 這設定還蠻有趣的 然後 他們有說死亡分成兩種 一種是 肉體上的死亡 一種是被人遺忘的死亡 這時候設定還蠻有趣的 我真的 搞錯了 那就先介紹米糕 要先介紹這一個 恩托尼德拉古斯 這個吉他 注意看他上面這一個 這邊是個骷髏頭 然後上面彩繪這邊 也是骷髏頭 非常有那個墨西哥那種 復活節的 不是 那個亡靈節的那種感覺 復活節不要 然後注意看他們 他的身體側面 現在樂高側面的塗裝 很多都沒有塗裝 像這邊側面 他手臂是有塗裝 褲子也有塗裝 那前面塗裝 那應該是雙面頭 邪惡的笑臉 跟一般的笑臉 這點還蠻不錯的 頭上是這樣子 這邊這樣 這一組 這個塗裝我覺得非常好 然後是白色的吉他這個 我覺得也很好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這個 這是編號石 然後再來是 我只會不知道 米高跟海特 我怎麼知道我們都念錯 這個是米高 然後這是算第一男主角 跟他的狗 他的狗叫什麼名字 他的狗 對 可能就是他的狗 那 這一組沒有趣 他有吉他以外 吉他 吉他是這樣子 吉他就很普通 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的帽T 他就是好像跑去哪邊 許願 然後他變成 他變成亡靈型態 就是 有這種臉的型態的亡靈 他可以穿梭那個 冥界 但如果你 好像在什麼時候 沒有回來怎樣的 或怎樣的 我忘記了 劇情就是在這裡 然後他尋找爺爺 外祖父 一直講錯 外祖父 然後他才能返回人間 這點蠻有趣的 這邊這樣 算是一個我覺得蠻好看的 動畫 真的很好看 他有帽T型態 帽子拿掉型態 後面這樣 雙面頭 然後除了是 一般的頭以外 還有這一個 他的 王林頭以外 還有一般的頭 微笑的臉 跟這樣的臉 這個還蠻有趣 然後比較有趣一點 是他的狗 他們這個狗 他雖然是塗裝這樣 但這個狗 是在墨西哥的一種 特有種狗 我記得那時候 他有特別做出來 那個還蠻有趣 有興趣的 可以搜尋那個狗 然後再一樣是 這個就是編號10跟11的 這個是可可用的會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的作品 然後再來是編號12的 這個是風中奇緣的 家寶康納 還是寶家康納 算是一個 算是迪士尼公主角色 然後出現的場次是在以前的那個風中奇緣 已經是我國中 我國中還國小 很久的一個動畫 然後他們出現的是 然後他們出現的是 所謂的 他們 他是 美國的 原住民 然後 跟 英國 殖密者之間的故事 我有點忘記 有興趣 沒有可以搜尋 然後我只記得 他好像有唱主題曲 李文 台灣那時候好像 國際是李文在唱的 應該沒有記錯吧 那人頭是這樣子啊 那他給的這個很有趣 他給的是那個 落葉 三種顏色的落葉 很有趣 然後兩個裸盤啊 我也他會給那個 他有隻 幻熊 還是碗熊 雙面頭 雙面頭 那注意看他手臂是有塗裝的 他的手臂是有塗裝的 他手臂有帶那個背章 而且只有帶這邊 這是 這是 保加康納 然後再來是 編號13的啦 13的就 庫 庫伊拉 他給的是一個 大麥丁的狗 我記得 那個101 101中狗 還蠻有趣的 然後有披肩 我記得 我上次有看那個 蜘蛛女 二代蜘蛛女 演的那個 惡女庫伊拉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他 給的兩個零件 這應該是某種 時尚背包啊 然後他有戴紅色的手套 那頭應該是雙面頭啊 這樣子的臉我覺得不好看 但這個臉看起來笑得很好看 有點像 有點像小丑 然後他的頭髮特色就是 注意看他頭髮特色是黑白 黑白雙件 這個衣服的造型我覺得很可惜啊 他那時候會搜尋大麥丁 原因就是想要做一個 黑白雙色的 禮服 對我沒記錯是禮服 然後再來是一個 更早期的動畫 羅賓漢啊 羅賓漢出現的兩個角色啊 分別就是羅賓漢 跟那個 國王啊 那國王叫做 國王的名字我完全忘記 然後有很有趣一點是 他羅賓漢用的 生物是所謂的 很適合他 那他有多一個尾巴零件啊 尾巴零件是可以拆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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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附的零件當然是弓啊 那頭的部分 頭的部分是一個新的頭雕 那帽子的部分這個 羽毛是可以拆下來的 那他並沒有附那個 弓箭套 我想有點可惜啊 正面這樣 然後再來是 國王啊 兩個金幣 然後一個錢袋 然後頭的頭雕這樣子啊 皇冠是拆不下來的 有點可惜啊 後面塗裝這樣子啊 基本上 欸我現在才發現 他側面是有塗裝的 一般側面都不是綿的 而且他的腳 他的腳是有穿鞋子 他已經是爪子的腳 前面是爪子的腳 但側面有做鞋子出來還蠻有趣的 然後衣服側面也有做塗裝 後面沒有什麼塗裝 有點可惜啊 那給的零件是金幣啊 然後一個錢袋這樣 然後再來是幾乎可以說 大家耳熟能詳的史蒂奇啊 然後他的版本 是他實驗體的版本啊 他編號是多少就很完結 然後 他原本設定就是兩隻手 然後那時候為了融入那個夏威夷 他的那個好朋友家裡 他把其中兩隻手藏起來 才變成我們現在最常看到的 兩隻手模式啊 否則原本他應該是四隻手 沒有錯 那手的零件是新的版本啊 然後注意看他這個版本 他又把他的背起 他原本背也有毛 也有做出來 這也蠻可愛的 腿是不可以動的腿啊 有點可惜啊 胸口 前面塗裝這樣 側面塗裝這樣 如果他可以把這個臉做成那個 在枝牙裂嘴臉 我會覺得 會更好笑一點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是 最後兩個一個是 電號17的Big Man啊 這一個我覺得有點可惜啊 他 他給的零件就是 有多這兩個紅色 然後他又把他那個 這應該算是他的休眠 能源補充艙 他的設定就是他需要這個裡面灌 然後本身基本上是 除了裡面骨架以外 外面一層是一層 類似氣球的零件 兩隻手 這兩隻手 注意看他的手 他的手是特殊性的身體啊 正面的塗裝這樣子 後面的塗裝這樣子 我記得記憶體也在這裡 對 這是 男主角的 哥哥做的 呃 治療型機器人 正面這樣 這一個我覺得他如果應該 再做大一點點 人肉才對 後面這樣 然後在這 這個系列我個人覺得 也還很 很好的一個 樂高的套組啊 壞皇后 他給的是魔鏡 注意看他那魔鏡 他魔鏡的是塗裝的盾去改的 這個 這點很好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這個臉 這臉真的笑得很靠北 然後披風 是兩件事的 後面這樣子 後面沒有什麼塗裝 側面這樣 那頭是單面頭啊 這個是可以拿下來的 基本上也算是一個被改到很爛的 那個 角色啊 很常見啊 正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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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目前 看起來最壞的是那個 不是沙拉康啊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版本的那個黃 或者是 喔 沙利賽龍 講錯了 記不起他的名字 那個我很喜歡他的版本 感覺夠壞啊 那正面這樣 正面這樣 我記得 那個睡美人後來要推新的版本 好像 據說 是白雪公主還是睡美人 欸 魔鏡的版本 是白雪公主 是白雪公主 對對對 魔鏡的 這個版本是 這個版本的 壞皇后 是所謂的 白雪公主的壞皇后 然後 真人版的壞皇后 是由我們的那個 神力 真人版 真人版的電影是什麼 是由那個 是由那個 蓋爾加朵 真人版的是由 蓋爾加朵來演 然後我記得 女 女主角是 瑞秋 真格樂 她也是很會唱歌的一個女生喔 那 這點我覺得蠻有趣的啊 到時候 可以 留意看看到時候 真人版到時候出來的效果 這是樂高迪士尼人偶包第三代 71038 算是一個我個人覺得非常精 我很喜歡那個可可夜總會的那兩個人偶 跟那個壞皇后 其他幾隻都 這個系列我覺得都還不算差 算是很有 不錯 而且 如果你很少在搜迪士尼樂高 那個迪士尼人偶的話 其實這一組基本上就有 1 2 3 4 4個迪士尼人偶 算是一個我覺得還蠻容易收集到 那個迪士尼公主的一個套組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購買 現在售價大概 1800到2000多 都有人在販售 還算蠻好找的啊 那可以稍微留下 如果有在收集 紙箱的朋友也可以去收集啊 這是樂高迪士尼人偶包的第三代 71038